你算了吧 白大师 我算了吧 白大师 我不是大师 没有 我不是大师 如果说是这个西里的东西 我把这个吃的 怎么样呢 这件东西啊 离你很近 地区产的这种料子 叫青海料 标准的青海料 对 青海和田域啊 检测是和田域 料子是青海的 哎 水泻透 发白 坦白 水泻透 东西呢 现代的房品无遗 房品无遗 我给你慢点搁啊 你自己搁 你算了吧 白大师 我算了吧 白大师 我不是大师 我不是大师 你非常大师 啊 啥呢 你这两个非常大师 你不讲了一个月 你说啥 你说啥 慢点说 那两个非常大师 我拿着这个满头 你跟我说说说 叫这个东西 你这东西假都爆了 知道不 那我说说说说 不讲了 我把这个东西拿着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拿着吃掉 啊 如果这是啊 如果这是新的 你把它吃掉 你可别吃 这玩意儿扎嘴 啊 这玩意儿扎嘴 啊 这玩意儿扎嘴 这玩意儿扎嘴 你又割牙又扎嘴的 你可别吃 啊 寿司大了 啊 寿司大了 你把酒打掉了 乱 冒家糊了 许家印的法律产 恒大也是有限公司 你别跟我那啥 你别跟我谈 那你现在问我 你要啥我给你弄啥 你现在要啥给我赔上 你 你现在是啥 你给我的是啥 我给你就是这个 我 我 我不认这个 我就是给你 你给我建定信了 啊 我今天叫你建定 都给我建定信了 这东西就是新的 就是新的 那人家是 这啥这是 我叫他 你找他去 你给我建定信 我找你我咋 我找他去 你 你这是哪里是啥 我拿到这子 还是监定的 对啊 这是啥 什么有限公司 你说这是啥 那你这国家的有限公司是啥 有限公司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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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那你现在要啥 我不要啥 我啥都不要 你要啥 你不要 你把我掐哄了 你叫啥 你把酒打掉了 乱 把我掐哄了 你叫你叫就行了 你叫就行了 你把我掐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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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起来了四五次了 出来了 这东西在你家两百年的证据 我上节目 哎呀 这是个水草玛瑙 不是水草的 不是水草的 啊 好多东西都没掐到 我跟你说 我这个东西啊 有人访了我的东西 你再看 看这个东西 是这样看的 就是这个官司路里面 有句话是 怎么说的呢 就是 中日之下官之 假设就是带着光看的 带着光看 啥意思 我没听明白 官司路里面有句话 就是 中日之下官之 带着光看 带着光看 带着光看啊 啊 这是水草吗 你再看 这是春草 有点红的 这是水草玛瑙啊 放纳镜不行 这个春草和水草有啥区别呢 这个就是 放纳镜 啊 你这放纳镜呢 这不这是什么放纳镜 这不这是什么 对的话就是 对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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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纳镜 你这 你这教我用放纳镜啊 好 哦 哦 哦 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家的 你就不用看了 主要是看这个 里面的一个纹理 哦 纹理我看没看出来啥 你再慢慢的看吧 官司路里面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啊官司路 你说的这本书 是不是啊 呃这样说的 就是呃 碧落春 啊 啊 就是这个名字 水草玛瑙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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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春草 春草跟水草有什么区别 了给你看啊 我说水草 他说春草 嗯 我们行里呢 一般都称之这种叫 水草玛瑙 啊 你不跟你说啊 水草跟春草 他说是春草啊 我这第一次听过啊 可以可以这么叫啊 民间俗称的叫法 什么叫都可以 啊 春草 啊 你不是你这东西是是是 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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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我我尊重你的意见啊 水草啊 都春草 春草春草 挺好的东西 材料不错 挺挺挺挺挺有意思的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再跟你讲啊 还是后关系里面还有一句话 啊 不是这样看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那个我我我就习惯这样看 看不出来什么的 我能我能看出来 我能看出来 看不出来什么 我能看出来啊 水草 我看到了 我看完了 我看到了啊 你说吧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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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您想听我的这个见见解的 这一款呢 是这样的呢 是关十路里面 嗯 记载的 啊 你说你你想知道这件东西是 是是是新老是吧 老的肯定是老的 你你从这个 那个包间看到 说到我上面的包 不是啊那你来这儿见 找我来看是想看什么老哥 你想你想听我什么建议 老的你刚才说了老的肯定是老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官司路上记载的这颗这种料子 您您提的这些大家我都我都没有缘分认识 啊我级别也不够 知道吧 我现在只能代表华山论剑节目组 我告诉您这件东西不太符合我们上节目的标准 我说你 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啊 啊 你能不能换一个放大镜看 我用这个放大镜 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习惯的 我告诉你啊 啊 第一 嗯 这里面你肯定能看出是老的 对不对 我没有看看出是老的 我没有说的是老的 我刚才我没有说的是老的 这么多人啊 我直播间里这么多人 新的吗 对 那我告诉你啊 你放大镜你看不见里面的那个 棚里面的那个老旧的痕迹 你说说我是 我用水泡啊 啊 刺掉了 啊 刺掉了 有一些上面有些痕迹被我刺掉了 啊 水泡了啊 对 刺掉了 可是刺掉以后呢 你看看在肉眼都看得见了 这些那个 这个 老的这个痕迹你看到没有 我没有看到 我看不到老的痕迹 我这个放大镜是40倍的 我看不到老的痕迹 我看不到解育刷 治这件 玛瑙才治 应该有的这种特征 我看不到任何的存事磨损特征 啊 我看不到你那个缺角那个位置 任何的老化包疆特征 啊 所以 实在不好意思啊 等一等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不不不不 我满足不了您的这个需求 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我希望你呢 啊 换一个东西来看呀 我我 只会用这个 我只会用这个 您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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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动了 好吧 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啊 这只是我们的意见 上不了这个节目 供你参考 啊 如果你觉得 蔡国生也好 徐邦达也好 哪位大家明家 可以让您的东西有更多的曝光机会 你还说这是个新的吗 对 新的 在我家最少200年 在你家最少200年 你怎么考证 你有没有考证过这个东西在你家200年 你能拿出来在你家200年的证据 有啊 你可以到海中去查了 到哪 浙江啊 你有你有这件东西 在你家里头200年的证据 有啊 你真神人呐 现在国家都找不到这个穿越200年前 200年前的证据 不是啊 我家里有 就是我曾总乎 你这样 华山论见 陕西卫视你能联系到 是吧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能拿出来这件东西在你家200年的证据 我上节目 我跟你说我曾总乎是谁呢 我告诉你 你问了个花花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你知道您的曾祖父是谁 您只需要能拿出来这件东西在你家存过 一百年两百年 你到华山论见节目组找我 行不行 我便向全国观众 向你赔礼道歉 怎么样情况下 我叫您拿出证据来 那你自己想啊 你举证嘛 是吧 你的东西你举证嘛 你说这东西你是你家组传二百年了 你现在还一百年也行 你刚才又改口了 对不对 这件东西是随着收藏的 我告诉你啊 我曾总管长 我管长 他就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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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时间不长 我我跟你说 我曾祖父是个画家 你画家一查都查都不出来 他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在外面捡漏捡的来的 在家里 你这样好不好 我把你这简单的方式 你跟蔡普世打个电话 我不对他拿 我没有他的电话 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你叫做武漢有一门爱与律 他写过这篇文章 他是跟我父亲沟通了以后 写了这篇爱与律的文章 他知道我是什么 我可以针对这个瓶盖 我也可以写个文章 对不对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对吧 那有啥用啊 我告诉你 我拿不出来 我告诉你 去问一个人 不愿意拿出来 蔡国生 蔡国生 你去找蔡国生 如果蔡国生 你怎么能找不到他呢 对吧 那大名人 他亲来说我的亲人 我说你亲来说我的 我不是竞然 你听我说 我不是竞然 老兄 讨论 老兄 你听我说老兄 我纠正你一下 我不是竞然说你这个是亲的 我是说你这个是亲的 竞然没关系 亲的 对 亲的 好吧 说我个人意见 供你参考 行不行 我在这里 我的名字叫宇化龙 宇化龙 你到节目组 听清楚我的名字 宇化龙 好吧 好 我也不好留你 早就没有你的那个 跟你留了一个 什么 说那个哀业绿那个就是您 是吧 请你打开了 我后面再跟你告终 好吧 行行行行 好吧 好吧 我个人意见 好 好 我就敢说到现在的这种坚定不养如十年浩洁了呀 这有这幅画啊 我在买的时候啊 他扑面而来给我的一种这个正常力啊 知道吗 这里面有好多的知识点啊对知识点很多啊 马进呢 我们古人啊 画画不像现代人画画 他都有创作的 他还不能叫古人 他是一民国民国是去北京北京的一个画家 对对对啊 南徐北马啊 对啊 但是他名气呢 从咱们我们玩画的人里边呢 价格不是太大啊 不是啊 因为啊 给那一种震撼力就是什么 因为啊 这是一个公笔画 对 所以公笔画看起来呢 非常漂亮 哎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 很大特点 这是一个套马图 对啊 那他画画的 这是弄的一个就是青人的一个一个作品 对对对 当然这点东西呢 这里面还有知识点 您看好了 啊 我这知识点我就因为人太多我就不跟你讲了 我就明显看您这个真还是假 啊 您今天您要得到的呢 就是想是真还是假 对吧 但是呢 我肯定很负责的跟你讲 啊 这幅作品不对 啊 不对 您先听我说一下这种事情吗 啊 您看好了啊 啊 这是个揭表啊 看到了吗 您看一下啊 这是一部揭表的 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是一部老话 浪了之后揭表了 有表上 是这样 有这个历史的知识点 知道吗 是时间点 是美国的 您听我讲 我只我看什么呀 看一幅画 啊 要看他的 落款书体很重要 第一 第二呢 要干 要看他的构成 对 啊 像 马进这种大家 您不妨啊 像这种草地的这种画法 您对一下 这个东西呢 这个地面的处理呢 马是工具画的挺好 但是这地面处理呢 有点太反了 您听我说行吗 啊 老师 啊 我就跟你说啊 这幅画啊 一定要看着他的领域 创作的领域 您先听我说好 啊 我们啊 先把这个点盖上 您看这是像什么 这个东西啊 因为现在没有时间 我就明确告诉您 我说话 我要负责任 您说话 包括负责任的话 包括您那款石啊 这个款写的太软了 跟马进的款 有个哪区别 我的店里 我就有一幅 在流行厂店里 我就有一幅 有一幅跟我这一样呢 不一样啊 也是马进的马图 好吧 加德派回来的 像这个 我就跟你说 这个章这种款 我都跟这个马进的都对付 还是有区别 还有他写的这个字 还有我跟你这么说 这个绿水节点和知识别 都会移到一处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画呢 这就是没事的时候 在研究他的这个意境 他的格调 他的内涵 我们现在一看 就直看 看他的落款 看他的构成 好吧 这是副作品 我跟夫人讲 这东西不对 马进的 这个宜有梦吞 你这是什么时间 这个款写的太软了 你说名也好 印也好 因为我跟你这么说 这个时间点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历史时间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您说 知道为什么他写成这样 这是1945年的作品 再加上 咱这个历史 您把这一点盖上看 像不像日本国旗 再有这个是清松 听我讲 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人太多了 我就跟你讲 我很负责跟你讲 你这幅作品 从他的画面 是马进风格 因为公笔的画 很容易遮丑 尤其说 不懂的人看起来 哎呦很漂亮 跟照片一事 但是 有很多的东西 他里边 公笔同样公笔 这名人的公笔 是吧 他讲究意境 讲究气韵 但是如果是 没有名人画出来的东西 他讲得又腻又反 过于精细 这个很重要 明白了吧 你还没听我说完 就是他创作的时间点 写这个笔的灵魂 我们从来不想 想这个四九四五年 抗日 抗日胜利了 日本国旗 你还说错了 因为抗日没有胜利 你有梦春是什么时候 这是春天 是吧 这个 日本投降是什么时候 就是一有梦春是什么时候 这种政治的问题啊 我们余力不涉及 您听我说好 我就明确告诉您这 您那幅作品啊 您先听我说一下好不好 我就是一有梦春 您知道是什么时间吗 您说您说啊 因为日本还没有投降 你知道吗 所以画家画这幅画 知道吗 他是有一种背景在里面的 就是心理的背景 也是一种心理的焉异 因为日本没有投降 他画一幅画 驱短日本帝国主义 知道吗 他是影响他的心情 这个因为这个背鸿先生的回忆录里边啊画一些奔马的图啊 是跟这个这个跟政治捐款啊什么抗日有关系 而且像这个他的回忆录也没有 我也不敢那么联想 好吧啊 好吧 这个东西我看不对 没有的就是 我们不放政治上想 我们就是看座画座 看着落款 看着画座 看着画的这个啊 好吧啊 这东西我我说话我负责任啊 我敢您是负的什么责任 我就敢说 到现在的这个就这种鉴定 不养如十年浩杰啊 真的是不养如十年浩杰啊 有眼里的也来见见 没眼里的也来见 这真的是令 这个东西我跟您说是真的 我跟您说是古兰的春天来了 是春天来了吗 很多人在 我跟你我跟你说 您那是真的 说您那个这个政治含义非常大 您就就是真专家 我说您这假的我就假专家 好吧 那个耐火 来来换一个 因为这个 因为政治联想我们很少赏 很少考虑